新聞大婆姐 歡迎大新聞 大家好 美中俄的關係本週很有戲 美國總統拜登最快有可能在本週 要宣布取消部分的對中商品關稅 而內閣的分歧越來浮上檯面 包括美國的金融界 產業界 許多的聲音都不看好 會改善通貨膨脹 甚至是反對調降取消 那如果取消的話會帶來什麼變化呢 另外俄國軍艦跟進中共挑釁日本 航金的台灣附近 不過俄羅斯近期有指控兩名科學家叛國 把機密交給了中共 傳出習近平六月份 婉拒普京的邀請不去訪問俄羅斯 這是中俄的貌合神禮嗎 另外中共權貴家族白手套蕭建華 五年前被從香港跨境抓到中國大陸 而擺了五年之久 終於法院審判 這是預示二十大的權力鬥爭的 要走入新階段嗎 那台灣的親共團體愛同會能認的 拿了中共的資金為中共發展組織 滲透干預選舉 並執行跨國鎮壓 像攻擊法輪功學員 還有香港等民主人士 那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警告 他最擔心的是 中共用佔領香港的模式 來削弱台灣的主權奪下台灣 在七一主權移交二十五週年後 香港四大才子泥寬過世 那他留下哪一些的時代警鐘 我們介紹破解新聞來賓 資深政經評論家 吳嘉隆老師 主持人好 桑普律師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實事評論人 桑普律師 主持人好 吳老師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俄烏戰爭 俄軍在烏克蘭東部取得重要進展 拿下兩座城市 戰況似乎有出現反轉 那近期呢 中共俄羅斯的軍艦 在亞洲疑似持續的聯合行動 另一方面呢 俄國政府拘留兩名涉嫌叛國的俄國科學家 指控他們向中共提供了 含有國家機密的數據 其中一件呢 還涉及了高超音速的技術 那日本媒體就爆料了 這個普京啊 6月15號 和中方習近平通電話的時候呢 有邀請訪問俄國 不過習近平以防疫的理由婉拒 所以請教兩位 先請到吳老師 你怎麼看這樣的一個中俄關係的 究竟他們真實情況如何 你這裡提到三個事情 第一個是中國之間的聯合行動 包括演習或者繞行日本 或者到新太平洋 這是聯合行動 第二個呢是有科學家涉嫌叛國 給中共提供機密資料 第三個才是 第三個是那個普丁邀請習近平 訪問習近平拒絕 有三件事情 那我先簡單說一下前面兩件事 再來好好談一下第三件事 這個涉嫌叛國 將機密資料交給中共 這件事情是涉及到的是間諜 間諜活動 間諜活動 通常是俄國早已知道 早已掌握 不是臨時發現的 問題是什麼時候拋出來 你看出美國俄國間諜戰的時候 我為什麼不把這個間諜抓起來 我可以給他假情報 讓他送過去 我還要查出來他的上線下線等等 我要打擊的不是個別人 個別間諜 而是整個情報網 間諜網 所以通常間諜是不拋出來的 拋出來的話 那就是一種警告 俄國等於在對中共警告 這是第一個簡單的理解一下 然後現在聯合行動的部分 等一下再補充一下 現在我們來講一下 這個普丁邀請習近平訪問俄國 然後習近平以防疫為理由 拒絕接受普丁的邀請 那其實這個先講一下背景是這樣 今年2月4號 普丁不是當天到北京嗎 下午2點到晚上11點走 總共停留了9個小時 沒有過夜就是回去 基於外交禮儀 習近平要回訪俄國 那所以呢 普丁等於是幫他做一個 做一個下台階一樣 做一個台階 習近平照外交禮儀 應該要回訪俄羅斯 那普丁就提出邀請 就讓習近平比較順理成章 是這樣來的 普丁本來是要做求給他 當然普丁也希望產生其他的效果 但是第一個基本的原因是外交禮儀 你要回訪 就像中方如果有高階人士去日本訪問 然後日本首相也來北京訪問 就回訪 這是外交禮儀 所以普丁本來是基於這樣子 做求給習近平 就是幫習近平搭好台階 我發出邀請 你來訪問 那就完全的回訪 外交上 結果習近平拒絕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背景 另外一個背景就是 過去這兩年 尤其是 從川普後期到拜登的第一年 習近平是不是一直很想跟普丁高峰會 甚至於派曾經派楊潔篪王毅 對不對 跟俄國接觸 普丁都不想跟他談 後來勉強湊了一個視訊會議 有沒有 習近平用什麼理由 用那個以前的那個中俄邊界 那個條約續約五年做理由 然後搞了一個視訊會議 以前就是原本習近平一直想跟普丁會面 現在普丁回過的來邀請你高峰會 面對面高峰會 習近平反而歸縮了 不去了 這是他最有趣的一個地方 問題出在他找的理由 習近平的理由 叫做對抗疫情 防疫 其實這個是有備而來 就是說 這是早就想好的理由 可是呢 卻也透露了習近平的盤算 因為很顯然 如果習近平真的去俄國訪問回訪 不管他們有沒有談成什麼東西 不管有沒有在簽署什麼寫意 發表什麼聯合聲明 都會給外界一個印象 這就是普丁要的 就是中俄實際上是站在一起 中俄實際上是同盟關係 會給外面 你如果說我們沒有 我們沒有台下 我們沒有什麼台面下交易 人家信嗎 你懂嗎 就是很像當年 毛澤東邀請赫如雪夫來 然後呢 不久以後 砲打金門 然後美國以為 中共跟蘇聯談好了 他們有沒有談好了 我們不知道對不對 然後後來發現 惠如曉夫發現被騙 因為等於做成這個印象 喔你們談好了 你們碰面了 然後之後你就 動手開砲對不對 砲打金門 金門砲戰背景是這樣 所以如果習近平去俄羅斯回訪 那不管你們最後有談什麼沒談什麼 別人會開始認為你們兩個真的是 實質同盟 好這這個關係 好那 用疫情做理由 有一個盤算就是從對抗疫情 動態清零 運輸物流的困難 等等 他習近平給自己一個下台階 就是在實際行動上 不提供俄羅斯資源 不去支持援助俄羅斯的那個侵略烏克蘭的這個部分 中共不想有實際行動 所以呢 用對抗疫情做理由 甚至於把上海封城都玩出來 有個上海封城的話 整個運輸物流不是嚴重受阻嗎 受阻嗎 所以他就不能這個順理成章去支持俄羅斯的侵略行動 那普丁邀請習近平來回訪 等於在測試習近平有沒有意願給俄國所謂的戰略性的支持 我們不是戰略盟友嗎 合作夥伴關係 我邀請你來 你居然不來 你來跟不來本身就是一個測試 習近平 就是普丁在測試習近平 也沒有真的支持俄羅斯這個意願 他測試出來的嘛 所以用防疫做理由其實就是推脫嘛 表示在戰略合作這件事情上 本來習近平應該不顧疫情的嘛 不顧一切的嘛 跟他合作嘛 對不對 那中共的想法當然是要避免美國給制裁嘛 對不對 然後呢中共可能想想 就算我將來要支持你的話 我也是玩什麼 趁你病要你命 等你俄國更衰弱的時候 我再給你支持的話就變成雪中送炭嘛 而不是錦上天花 效果會更好 那這個俄國呢等於什麼 等於那個聯合軍事行動也是在測試這一點 就是先對中共示好配合你 你不是對台灣有主權訴求嗎 你不是對台灣海峽有訴求嗎 那俄國軍艦繞行花蓮外海 北上經過日本的島嶼 在北上回那個俄國 這個整個過程中 他除了警告日本 你不要趁我有狀況的時候 去要回北方四島 對日本加壓力之外 他等於再配合中共 讓人家覺得說 嗯 俄國會支持中共對台灣的一些要求訴求 所以等於是先對中共示好 萬一中共不領情 不來支持俄羅斯的話 那麼就等於拖中共下水 所以叫做先示好再拖下水 產生這個效果 讓人家覺得俄國再跟中共配合 在那個台海 東這個這個 新太平洋這裡有沒有 有那個好像一致的那個行動 是這樣子 然後呢 所以這樣的結果呢 就是 中共等於 如果不給俄羅斯支持的話 不一定要的這個嘛 你給個說法嘛 如果中共不實際支持俄羅斯的話 那等於再間接配合 美國歐洲對俄羅斯的制裁 將來如果俄羅斯真的不行了 中共也可以說 你看你看我沒有給他支持 也有功勞 到時候也可以回來跟西方國家 討價還價 要有點仇嘛 他們判仇嘛 是 那桑普律師怎麼看 對 這個 提起很多中俄方面的問題啊 我首先講說 習近平沒有答應回訪俄羅斯這件事情 那你知道他拒絕的原因是疫情 他是聲稱的疫情 但是我覺得他有四個重點 一個是怕死 怕的是什麼死呢 怕是染疫 怕是暴露自己的病情 怕是暗殺 也是怕那個政變 這是怕 另外一個也是怕美國 因為如果說今天 能夠分化歐美是最好 俄國是歐美的共同敵人 那現在那個 習近平如果說要回訪俄國 就擺明 就是跟那個歐美唱反對 管調 也是不利於全球一盤棋上面 中共現在想要分化歐美的一個總戰略 那另外一個他也怕是什麼 怕露線 因為他是怕自己的弱點破露出來 那自己的弱點是什麼 他根本沒有能力去援助俄國 你看那個中國的現在經濟的狀況 爆雷的問題 還有各方面的問題 他也沒有這麼多的那個精力可以去做 他也可以逞強去做這個事情 但是我覺得他是要耗損很大的國力 那這個也是想拖延這個戰爭 你試試看 你想想看 美國是第一名 中國是第二名 俄羅斯是第三名的話 美國把俄羅斯拖進這個戰爭裡面 消耗第三名的力量 那第二名是開心還是不開心 當然是開心的 所以這個中共現在是很樂見 這個戰爭在拖 那他也想在中間要分化歐美 也在某種程度上 要聯合第三名 在某種意義上 跟第一名示威 所以你會看到 待會我們講到 中俄聯合軍演的部分 所以這三個東西 拖俄物戰爭 分化歐美 合作抗美 就是快樂第三人 現在他想當的位置 那但是當然你可以看到 這個努力 基本上是不會這麼容易 因為國際局勢 已經慢慢朝向兩極化去發展 那剛剛談到那個莫斯科 拘留了兩名那個涉嫌叛國的 俄國的間諜的問題 記得有幾個重點 他是指控這個Dmitry Coker 這個科學家 是曾經參與中國的科學的講座 與中國國安機關合作 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地方是 7月3號 他是莫名其妙的在獄中去世 那聲稱是那個晚期的胰臟癌 但他知道說這個時間這麼的敏感 是被毒殺還是怎麼樣 不知道 所以一個死亡 一個曝光中國 就好像 剛剛吳老師說的 就是把這個時機 挑出來警告中共 告訴你說 你的事情 我是看在眼裡的 你不要以為說 我跟你是一直 朋友到底 沒有這回事 所以一直我們在節目上都主張 中俄並不是一個 什麼先年寧城的友誼 朋友之類 絕對沒有這個事 都是利益的交換跟結合 那你看到中俄之間 有近期的很多的那些事情 在那個聯合行動 在亞洲 你看到16年6月中俄有一次 18年1月 18年的6月 還有今年的7月 有一個中俄聯合行動 你也知道說 這個是中俄第二次的聯合行動 也是中國 中共在日本 竄繞日本的第四次了 而且越演越烈 那你會看到說 6月23號 那個時候是沖繩的魏林捷 當時候 中共也派出他的巡防艦 在那邊竄繞 那這一次7月4號 中俄的海軍軍艦 一前一後 先有個俄國的巡防艦 在那個釣魚台的西南方 去通過那個日本的 叫皮連區 就是那個臨界區 那之後通過的時間 就是早上7點05分左右 那中共呢 就在7點的44分 有一艘海軍的巡洋艦 緊隨其後 逗留在那個連接區 大概6分鐘的時間 離開 那這俄軍那個軍艦 還在留到8點多鐘 所以你看得到 俄軍 是被日本盯上嗎 不會 因為日本覺得它是躲颱風的 那個日 中共的軍艦呢 是有意的去這樣子配合來做 所以 真的是躲颱風嗎 日本要去緩和 跟俄羅斯之間的關係 但是對中共是緊盯上的 事實如何 不是重點 是政治的說辭才是重點 這個政治的說辭是說 俄國我們不放在眼裡 日本說 是中共這個地方 是故意挑釁 它要展現出的是 日本有幾個重點要說出來 第一個是 據日本學者 島田楊毅說的 這個是 中共設想武力犯台的示威行動 是一個假想的一個作戰 假定有事的情況 日本有事就是說 真的是出現了軍事危機 這個情況的行動 第二個事情是 俄中是穿通好的 他好招的 先有俄先去 中共的軍艦在一起後 第三個是 軍事這個動物會常態化 會變得持續化 這個會有存在 第四個是 日本一直主張 釣魚台是日本的國土 這個大家都知道 雖然中華民國台灣 跟日本在這個地方 有不同的立場 但日本一直主張 這個釣魚台 列列於是那個 日本的領土 那中共一直聲稱 它實質統治釣魚台 所以這個事情 是不是等於 用一個敲散政府的方法 去恫喝日本說 釣魚台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的 所以日本不屬於你的 那俄國只是避颱風 但我真的是守護它 我是驅逐這個惡艦 離開這個地方 用這個方式 來去彰顯出它的那個主權 它是以警告惡艦的名義 直闖匹連區 這個也不是第一次了 也是很多次在這邊做 而且提升級數 以前是海警船 現在變成是軍艦 所以日本是非常的在意的 日本的官房長官 副長官那個牧原成二 也說發出了一個 重大關切的聲明 那更重要的 是中二要對自由國家示威 因為自由國家 在6月29號到8月4號 有個REMPACT環太平洋軍演 26個全球最大的海上戰爭的演習 也在這個地方 那你看到38個水面的艦艇 25000人 4艘的潛艇 70架飛機 9個國家的地面部隊 做反潛反艦制空戰 偏偏沒有中國跟俄國 連湯家都有 連澳洲都有 新加坡都有 秘魯都有 韓國都有 日本都有 偏偏就沒有中國跟俄羅斯 擺明自由世界要團結起來 要聯合那些吃藥的那些 可能是半民主國家 都要去一起做這個軍演 所以這一次是中二去跟REMPACT示威的 那個訊息非常重 希望大家能了解 現在一盤棋 但是你問我中二能不能夠得逞 當然不可能 這也是世衛的階段 但是我們要看會不會插槍走火的風險 拭目以待 是 但先我們休息一下 等下回來看這個拜登究竟會不會取消 這個對中的商品關稅 另外呢 蕭敬華按要開始呢 他意味著什麼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新聞大破解 華爾街日報的消息呢 美國總統拜登呢 最快這個星期就要宣布解除部分 對中國商品的關稅 而且幅度呢 讓外界猜測有可能高達三千億的 中國商品的範圍 那麼一些經濟學家擔憂啊 這樣的做法呢 應對通貨膨脹改善的效果並不好 而且呢還會向北京發出混亂的信號 美國到底在想什麼 而拜登政府內部的內閣呢 那分歧也浮上了檯面 那麼產業界也持續地在施壓白宮 湧進的各種聲音希望能夠阻止 那麼金融時報三日報導 目前考慮中的一項壓力中的提案呢 是雙軌並行 一手消減呢 或者降低部分消費品的關稅 另一手增加或者提高其他產品的關稅 那麼接著呢 四號財政部發布說 財長葉倫呢 通話中共副總理劉鶴 要關注北京的非市場經濟的政策 所以請教張榮大哥 怎麼看這個拜登政府這個決策 關於這個關稅問題 還有葉倫跟李鶴德談話 我們一併把它解讀一下 首先我們現在講第一個問題 叫做關稅跟現在的通膨 無關 也就是說你降關稅 取消關稅 對通膨的效果叫做為乎其為 那這個很快講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 拿關稅去跟通膨連結 因為美國現在受傷於這個高通膨 那所以呢這樣做的話 彷彿在向選民暗示 就是那個川普加關稅惹的貨啊 等於在把通膨的一部分責任 推給這個關稅 有這種涵義啦暗示 但是第一個我為什麼說 關稅跟美國現在的通膨無關 三個理由 第一個他這個加關稅 經過國會討論啊 經過一段程序給企業界反應啊等等 最後定案之後啦 他是一次性 比如說我現在對五百億美元的 中國出口產品 第一波加百分之二十五關稅 以後二十五%的關稅沒有再繼續加 就是關稅都是一次性 下次如果要動的話 又是經過一套程序 國會那邊表決同意啊什麼的 所以呢關稅如果是一次性 而不是一直持續的話 跟油價不一樣 油價有時候漲起來的話 我一直漲一直漲對不對 那就有壓力 如果油價也只是一次性波動一下 一次性反應的話 構成通膨壓力 大家注意喔 通膨是指物價水準 持續性的上升 而且是全面性的物價水準 持續性上升 如果你只是動一下一次性上漲 然後呢以後就停下來對不對 這個是有物價上漲 但是沒有通膨的壓力 要考清楚 是 物價有沒有漲還有 可是有沒有通膨壓力沒有 因為它一次性反應完畢 所以關稅是一次性的 你除了說一直加嘛 那國會有沒有一直加 沒有啊 就是調整完了之後 就停在那邊嘛 每一項產品的關稅幾乎都這樣 你要加的話可以啊 以後再重新走一趟程序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出口商 就是國外的出口商 會降價 以免產品到了美國加關稅之後 價格暴漲 對它的市場競爭地位不利 所以通常出口商會吞下關稅的 然後呢 所以表面上是進口商交沒有錯 但是其實它從出口商那邊降價 所以呢 因為它維持價格競爭力嘛 在市場上 如果你中國的產品漲價的話 那可能消費者會買其他國家的進口品 這樣子 然後呢 現在講一個重點 這一次美國高通朋友幾個重要的那個來源 第一個油價 第二個糧食價格 再來呢 這個 海運的運費 你塞港啊有沒有 運費還有陸地上 港口進來以後 陸地上也是因為 那個卡車司機工人 鐵路工人之後 這些有一些那個 因為疫情的關係 減少經濟活動 所以運費上漲 再來呢 二手車上漲 再來呢 租金 所有這幾個項目 你聽好喔 油價糧食 然後那個租金對不對 然後那個二手車 所有這些 還有海運的運費 這些東西都不是從中國進口的 你去降這個關稅 不影響這些啊 對不對 美國沒有從中國進口 食油啊進口糧食啊 不是啊 恍過來中國是進口者 不是出口者 那至於二手車市場 租金市場 根本跟中國關稅無關 所以我才說 降關稅真的對美國的通統 微乎其為 幾乎無關 這是基本經濟邏輯 再來 那美國內部 為什麼會有辯論 很顯 很明顯嘛 這是對中共發出錯誤的信號 中共有沒有做出什麼實質讓步 來交換美國 沒有嘛 中共什麼事都沒做 美國自己讓步 這樣像話嗎 所以這個是對中共發出錯誤信號 那個 而且第一階段貿易協議 中共是沒有履行耶 對 是違約的耶 然後你應該要強硬懲罰他才是 你結果你還主動自己 當方面讓步 這個當然是錯誤的信號 在談判的角度來講 這是嚴重的那個誤判錯誤 然後呢 這個會鼓勵中共以後啊 就脫嘛 我就跟你脫脫的 你美國自己受不了 你就自己吞回去了嘛 所以呢 談判不一定會變成協議 協議不一定會執行 執行的可能是短期行為 現在呢 發現喔 只要肯撐下去的話 我就算簽了協議違約 到最後的話 等於推倒重來 繼續呢 邊談邊打邊打邊談 中共根本不需要對美國履行承諾的 就算談都不見得變成那個協議 協議的這個承諾都不見得會執行 你現在美國這樣做的話 你等於是鼓勵中共 所以 從外交國安貿易這個談判的這邊來看的話 這是絕對錯誤的訊號 好了 那現在就來了 那為什麼這樣 你當然說 喔喔 什麼有中期選舉啦 對不對 這個降關稅可能照顧到一些消費者 或進口商什麼的 這個可能不是重要的那個因素 那現在呢 在談判上還有一個額外問題就是 美國如果說主動釋出善意 希望中共能夠談下一個階段 第二階段貿易協議或者其他的議題的話 這裡會產生一個談判文化的一個摩擦 就是中共會把美國的善意解讀為 你撐不住了 你拜登撐不住了 你美國撐不住了 那中共就跟你耗線成功了嘛 我把你拖到你不得不改變嘛 我根本不用做出什麼讓步 你就自己讓步了嘛 所以這個在談判 在國家安全這個領域 已經不是經濟關稅通膨這個考慮了 在政治上 國家安全上 談判上的考慮來講 這是很不躲盪的一個做法 然後後來可能有其他考慮 那我們現在只能猜測一下 因為那個降低或撤除關稅的範圍跟幅度 現在還沒有正式出來 有一種說法是說幅度不大 有種說法說幅度很大等等 不知道對不對 那他可能有其他考慮 我推想了兩個三個情況 第一個情況 這可能是拜登政府跟中共內部的 一股勢力的按盤交易 就是對反習勢力 你們如果把習近平換下來 因為現在進入二十大的短兵相接 如果你們把習近平換下來 我將來可以在關稅上回報 這是對習近平內部的對手 黨內對手發信號 這第一個 等於在不斷的發信號說 我可能降關稅 你們如果成功的把習近平換下來的話 你們迎接的局面就是美國對你們示好降關稅 或取消關稅 這第一個 第二個 現在美國也很清楚一件事情 中國經濟真的不行 現在好幾個危機同時爆發 包括失業的危機 包括債務的危機 包括房地產風暴 地方政府的財政 對不對 還有資金在外逃 銀行現在可能也付不出來 被擠兌 現在中國內部的經濟已經走向崩潰 在這種情況下會出現一個問題 叫做經濟難民或者難民 那中國的人口那麼多難民一出來 像現在連上海人都在準備逃 準備移民幹什麼的 準備離開中國 所以如果很多人選擇離開中國的話 我們稱為難民或者經濟難民 它會產生一個問題 就是對中國周邊的美國盟友 構成嚴重的困擾 比如說中央情報局曾經 估計如果中國經濟崩壞的話 那麼湧出來的難民可能有1.5億人 1億多人 那1億多人裡面不要說1千 不要說百分之十 就是如果有兩百萬人跑來台灣 用商船漁船各種工具來投奔台灣的話 台灣就吃不消了 會造成人道災難 這個是個人道危機 所以呢 這個美國也不希望 就是美國要削弱中國經濟 但是可能不樂見中國經濟崩潰 湧出大量難民 所以呢可能會稍微退讓一下 還是說示好一下 但是美國不是真的 要跟中共給他一條火路 而是怕他死太快 就是勒緊脖子 但是不要他立刻死掉 類似這個概念 再來的話 降低關稅這件事情 在川普時期就已經有做過 主要是針對美國進口商 不容易找到其他替代來源的部分 考慮降低 這個川普時期就有做過 所以如果拜登這麼做的話 只是延續川普這個邏輯 就是如果你不容易找到其他替代來源 來避免從中國進口 分散進口來源的話 你如果比較有困難的話 這個部分關稅那個調降 是這樣子而已 也就是說這個不是一件大不了的事情 現在再請教吳老師 關於那個葉倫跟那個劉鶴通話 關於葉倫跟劉鶴的視訊會議 根據美方的說法 有三句話 第一個 雙方對話坦承且具實質性 我翻譯一下 這是典型的外交辭令 表示實質問題上沒有達成共識 叫做坦承的對話 這是第一個 第二句話 他說對中國的不公平 跟非市場經濟做法感到擔憂 這個就是他們沒有達成共識的地方 有分歧的地方 然後接下來第三句話 是關注俄烏戰爭 對全球經濟的影響 所以美方的這個 提到這個會議就講這個 然後重點是 根本沒有提到關稅要降 所以這個整個新聞稿裡面 美方的那個說法裡面 沒有提到那個關稅 是不是要降的問題 好那麼現在解讀一下 所謂對中國不公平 跟非市場經濟做法 這個就是指當初川普在跟中共那邊 做貿易談判的時候 所指的那個四大不公平貿易行為 就是竊取智慧財產權 強迫性技術轉讓 國家補貼跟市場進入障礙 這些就是所謂的那個不公平 跟非市場經濟做法 不做那個結構性改革嗎 對的當然他不做 然後呢 原來川普這第一階段貿易協議的重點 只是讓中共增加採購 所謂剛剛講的那些實質問題 四大貿易障礙的問題 你是準備第二階段貿易談判 所以呢 川普當時的想法就是說 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先簽 簽完之後立刻來接著 接著進行第二階段 當然沒想到中共用疫情的問題 把這個攔截掉了 然後呢 現在葉倫等於在試探 是不是可以 這個重新展開貿易的談判 包括你趕快旅行 這個第一階段貿易協議 然後是不是可以展開 第二階段貿易協議的討論 所以葉倫是在試探 然後第二個呢 這個美方呢 為了要展開談判 所以他釋出善意 然後我剛剛解釋到 這種善意的話 比如說關稅上 可能會有些鬆動 然後呢 中共往往把它解釋為 是你撐不住了 你不行了 所以呢 這個有貿易文化的一個差異在 然後呢 顯然中共對這個葉倫的試探是拒絕 然後中... 美方就等於做到第二 開始進入第二階段 表示我對你人之欲盡 我給你機會想跟你談 然後再不行的話 等一下最後通牒 接下來的話 在貿易談判上面 可能美國會有更強硬的做法出來 因為我對你示好了 證明不行 那拜登回過頭來 對美國選民 對美國國會說 沒辦法 我們對他表示出善意 他還是這樣 我行我訴 不守規則 所以葉倫跟劉鶴的談話 可能是在為後面做鋪排 我們有這樣的那個理解 那你覺得這件事情 跟這個關稅的決策 會有直接連動嗎 因為關稅是財政部在管 可是呢 葉倫跟他沒有談到關稅問題 好 談到了那個俄乌戰爭的話 等於在警告中共說 那個如果你去支持俄羅斯的話 對不對 你會被制裁 然後呢 我們現在全球供應鏈重組的話 那個造成進行 在談到全球經濟受到什麼影響的時候 這個供應鏈的重組會造成進行 經濟脫鉤會造成進行 所以美國是軟中帶硬 就是說我測試你有沒有誠意 進行實質貿易的那個談判 然後呢 有沒有那個誠意來處理 真正的那些實質問題 對 那另外的話 我等於也人之意盡嘛 給你機會 那不行的話 下達最後通牒 好那我們繼續來看到 其實是五年前 在這個香港飯店中 被中共跨境抓捕的 這個加拿大的華裔富豪 中共權貴家族白手套肖建華 那七月四號呢 他在中國的法院受審 那這個案件已經被擺了五年 每次呢 他被被抓捕 被起訴 被審判 每次有傳出消息呢 都會被解讀 是深度連動了這個 中共的內部的權力鬥爭的一個情況 所以請教 桑姆律師對於這個案件 現在的觀察是什麼 這個案件不講 蕭建華現在的處境 不講他的地點 不講開審的地方法院 也甚至連他控罪都不講 抓了五年了 這是非常荒謬 他是在2017年的1月27號 在四季酒店被抓 當時有很多的那個人呢 就是在這個國安 就是凌晨把他抓到那個 中國大陸去 肯定是月警綁架 綁架 而且是破壞一國兩制 當然是一國兩制 當然無存 可以蕭建華是說 是明天集團的創始人 他在2017年消失前 是跟中共高層關係密切 包括鄭慶紅的兒子曾偉 的太子黨關係密切 明天系也是撈錢 跟那個洗錢的重心 包括江澤民 鄭慶紅 賈慶林 劉雲山 張德江 還有李南青等高層家族 都跟他有關係 習近平當然也跟他有關 溫家寶當然也跟他有關 習近平的姐姐齊喬喬 跟那個鄧家貴也跟他有關 但是當然習近平想拆解 他的金融帝國 因為這金融帝國 全盛時期有44家金融企業 他作用3兆元人民幣 可以非常的多 明天系有9家的核心金融機構 包括了天安財險 華夏人收等等 那都被那個銀監 銀保監會跟證監會 全部接管一年 接管就等於說半破產的狀態 完全被中共接手 而且最重要的是包商銀行 2019年的時候 被政府宣告破產 那橫豐跟錦州兩家銀行 都是明天系的都宣告破產 那等於把他錢袋子 完全抓在手上 那他現在盛傳 他要被控的罪名叫做 非法吸引公眾存款罪 就是非法集資罪 這是很好笑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 你應該是操縱股票 期貨的市場 代表機構行賄 才抓這麼久 原來非法集資 你要觸動一個國安 來香港抓人上去 這非常好笑 而且輕微的三年以下 數耳巨大的三到十年 數耳特別巨大的是十年以上 那十年以上也不可能 無期徒刑 中國的刑法是十五年的上限 所以你為了這個人 要這樣做通嗎 這個不通嗎 那你看得到他的罪名是什麼樣 2015年的股票的那個金融政變 因為那個地方 A股的股票 肖建華的明天系 賴小明的華融系 吳小灰的安邦系金三角 想去盤踞香港股壇 啟動一個金融政變 當時不是說 有一個很大的跌幅 要這樣做嗎 那所以三個都被抓 現在三個人的下落如何 賴小明已經判死了 去年也執行死刑 那安邦系的吳小灰 鄧小平的前外孫女婿 也沒有用 他也是判了十八年 那你如果按照這個常理 肖建華應該是被判重刑 而且早就應該被判 因為當時2018年 就已經把它判下來了 拖了這麼久 為了什麼呢 這就非常大人尋味 你知道肖建華是北大畢業 他也是1990年的 北大學生會的主席 當時是支持 一直支持8964的鎮壓的 不是支持學員 是支持增壓的 那而且他是創辦 北京北大明天資源科技有限公司 1993年 那後面你看得到 他在去年9月25號 中紀會國監委才宣布 明天集團是一個 不法金融機構 非常的奇怪 那我們看到最近 他哥哥說的一番話 是很重要 他哥哥叫蕭欣華 回應華爾街日報的訪問 他這句話 我先把它說一遍 再翻譯給大家聽 他說五年安靜等待 我的弟弟嚴厲要求之下 希望大家都相信 中國政府跟法律 希望給家人一個可以接受的結果 這個案子非常複雜 很有戲劇性 他是這樣說的 是 那你這個說法你看 一個家人會不會說 希望給家人一個可以接受的結果 你是叫板 你並不是求情 你是叫板 而且更重要的是 那弟弟被下了封口令 我哥哥幫他說 而且這個案子非常複雜 很有戲劇性 就等於說老神在在 知道很多事情都在幕後在交易 所以這一番話呢 就讓人很多的聯想在那個地方 那你看得到 那個2018年9月多維引述 那個金融時報 說蕭建華以北京每個太子黨 都有叫馬為信條 結交很多同道 成為他們的白手套 而且他當時多維的爆料 是習系的爆料 是說協助中共前常委之子 以30多億的人民幣 驚吞738億的山東首 第一個企業那個農能集團 那個地方肯定是曾偉嘛 曾慶紅曾偉嘛 這個毫無疑問 第二個是說 與另外一位 一位中共前常委女婿 還有那個 中國央行前行長的女婿 存在不正當的利益聯繫 那這個兩個是誰 一個是賈慶林 一個是戴相龍 所以這一些系列的人 都是跟上海幫 將爭系統的人非常有關係 那這個地方 敲山政府抓了他 講了但沒有行動 所以時間點才是重點 那到現在來講 正式審判 在2018年一直拖 拖到現在 大概接近四年時間了 為了什麼呢 有很多人說 是不是習派被鬥垮了 那現在是反習的力量 要把他完全那個扼殺 所以習近平做出妥協 我大概不這樣看 因為第一個四年時間 不是習近平敵 敵不過那些反習的勢力 而是說他要在二十大年日之前 敲山政府的做出一個決斷 這個決斷 某程度上是對於 反習派的一個妥協 但是也告訴你說 那個扭釘 那個橘子已經被扭乾了 扎乾了 這個事情把他丟回來給你 用感覺 所以第一個肯定這個案件 習近平跟上海幫當中 有非常關鍵的一樁牌 那現在審判的地方 沙香船也在上海 他還沒有公佈 那二十大前想解決這地方 經過多方的插手 多方的那個翻轉 那而且那個金融政變罪 的罪名大幅被弱化 剛剛講到非法極致罪嘛 所以這個地方是引向另外一個 Mile Stone 另外一個重點是八月時候 會有北戴河會議 他要在北戴河會議的時候 來跟所有的元老們 老人們說 這事情解決了 這解決了 就高高舉起 輕輕放下 那華爾街日報 還透露一個關多久的訊息 華爾街日報是這樣說的 關五年以上 那你知道 積壓可以抵刑法嗎 那你看到 他已經被關了五年半了 從2017年到現在 所以不久之後 也可能出來也說不定 因為他的罪名只是非法極致罪 而且你以以前一個 中國明信基金經理徐翔 五年半的情況 大概是判這個情況 所以蕭先華可能是被輕輕放下 結果 不是因為百萬七勢力冒起 而是習近平 要黃恩浩蕩的給你一些甜頭 然後用那個北戴河會議 當作一個交代的場域 這是我的想法 所以我們休息一下等一下回來看 就是說香港的泥匡故事呢 是給留下了一個全球華人 怎麼樣的一個時代提醒 另外呢 我們等一下再來看一看說 蓬佩奧為什麼 再拿了香港的處境 來警告台灣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新聞大破解 香港的七一二十五周年一過呢 港星似乎也被動員表態 所謂的愛祖國 那張學友呢 也接受了中共的央視訪問 不過呢 一句香港家 又遭到小粉紅的網路圍攻 另一個消息是 四大才子 倪匡呢 八二七歲 過世了 那一些朋友不一定很熟悉這個名字 不過呢 大部分應該都聽過像 衛斯里啊 袁振祥他筆下的人物 也可能看過他的劇本 拍成電影戲劇 也折射他很多傳奇性的個人經歷 那去年八月呢 我們才失去了一位 曾經在香港教書的 漢學泰斗余英時老師 被認為是一個時代的終結結束 所以桑浦怎麼看 倪匡他的代表的時代象征 還有他留給全球華人的一些時代提醒是什麼 對我的衝擊很大 我小時候都是看他的科幻小說長大的 那無論是透明光 藍寫人 還是貝殼 還是那個大廈 都是很有名 然後那個他跟台灣的怨言也很深 張策的獨背刀 1967年的劇本是他寫的 然後那個李小龍那個 金武門 陳真整個套路 整個劇本也是他寫的 而且你看到他跟三毛跟古龍 非常是稱兄道弟 他們約定三個人呢 不能同年同月生 但是呢希望死後誰先死 其他兩個人跟他招魂 當然他們招不了魂 但是看到的是古龍先過世 三毛後過世之後第三個是他 可能他在天國裡面 可以想得福樂 倪匡是一個忠心耿耿去 非常清楚是反共的人 因為他有非常難以割捨的歷史 因為他出生在上海地區 然後他在那個 也參加過蘇南的土改 他也跟過一大堆人 看到怎麼鬥地主 所以他五七年來香港的時候 寫了一本小說叫活埋 就是說一個奶奶包著一個嬰兒 然後說忍一下不悶了不悶了 就是一直被活埋的時候 是非常傷感的一個畫面 所以那個時候一泡耳紅 當時搞廢一片是90塊港幣 你打一天工可能只有兩塊九港幣 那打到90塊港幣 他所以轉行當那個作家了 那他有一句名言他說 每當聽到別人說共產黨進步了 總想起一個老笑話 話說一個十人部落的領袖 就不服人家對他批評 於是派他的子弟到哈佛劍橋讀書 他們那子弟讀完書 就西裝逼挺的回來 人家都說十人部落現在怎麼樣 他就說我們現在進步了 用餐刀吃人肉 所以共產黨的本質從來沒有改變 改變是你對他的觀感 他的衣裝他的外表 那他在當時候曾經參與過土改 後來也是到了那個內蒙古 那個黑龍江一帶 因為有幾件很奇怪的事 比如說拿木頭來生火 還有那個他的四條狼狗咬上一個人 所以他就被迫離開 離開回到香港了 那回到香港就是 回香港是他跟他爸媽媽媽媽媽媽媽 是逃亡過來的 是每一個車票過來 所以他是非常的慘 他來到香港躺在公園上 終於知道什麼叫自由 然後他有幾句很重要的話 一直是寫小說還有出席 不同節目都講的 愛國必須反共 反共才是愛國 這個是身為一個中國人的他 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說法 到死都沒有變 那你看到香港四大才子 金庸菜蘭跟那個黃瞻都變了 唯獨他沒有變 那你看到他也講到 中共最可怕的地方是洗腦 要控制別人的思想 只會變 讓人變成完全服從的機械 沒有一個中共黨員是無辜的 他曾經離開過香港 一度說共產黨不死去 他不回來 但是晚節不保 因為他那個太太住不習慣美國 所以兒女情長 英雄氣短就回去了 但是你看到 他講到八九六四之後 他說現在香港可以尋求 英美跟世界 自由世界跟聯合國的幫助 因為香港在2944年之後 根本就是大規模的難民營 他說中共只是一個 官僚資本主義國家 一黨專政行不通 權力無限擴張 沒有監督力量 中共必然腐化 而且讓一部分的人先富起來 只是加倍壓迫 而不是照顧未負責 所以經濟發展後 才有民主這是錯的 他比克林頓更有智慧 他說中共的 中國裡面的中產階級 根本依附黨 不會依附那個真正的自由 那他也寫過一句話 講一國兩制的 他在追龍1983年 威斯里系列的一個小說裡面說 東方有個城市正在消亡 他不需要天災 不需要摧毀大廈 不需要殺人 只需要把他的優點消滅 就可以了 這個是講香港 所謂優點 就是自由兩制 所以他說 他從來沒有講過 妓女比共產黨更核心 因為這個說法 是侮辱妓女 所以這個是非常好的 他從來不相信一國兩制 也沒有所謂破壞的問題 許家團當時是新華社的時候 邀請他到中國訪問 他說 組團 好 那他說組什麼團 他要寫 香港反共作家訪問團 對 那許家團就不理他了 所以這個也是非常有趣的地方 那他說 如果不是到當時的香港 非但沒有機會寫作 連活下去的機會都沒有 所以他感激香港 也身為一個香港人 那現在當然香港 驚非昔比 他這時候離開 可能是一種解脫 我們永遠都會懷念 這一位有智慧的老人 李鋼先生 在中共的步步騙局 拿下香港之後 我們都認為 世界跟台灣很震驚 也會警惕的時候 但蓬佩奧又發了警告 他說他很擔心的 他不是共軍 直接會登陸台灣等等 他最擔心的是 中共用佔領香港方式 透過宣傳情報公式 掌握安全單位 還有對人民 還有控制政權 讓台灣適時成為 中共國的一部分 幾年之後 台灣的主權就會被削弱 那日前就有媒體曝光 親共團體 愛國同心會 在台灣有人稱它是黑心會 那台灣的檢方要擴大偵辦 因為張秀業秘書長 他的秘書長 在潛逃大陸前已經公出了 會長收取了中共國台辦 還有各省台辦的經費 吸收大陸配偶 找人參選 攻擊法輪公學員 還有恐嚇香港民族人士 形同在為中共執行滲透 干預選舉 跨國鎮壓 那其實在香港 就有一個類似 叫做青年關愛協會 在一些國家 也有類似這樣的一個組織 所以請教兩位 先請教吳老師 你怎麼看蓬佩奧 這時候發出這樣的警告 還有就是從媒體披露 這個像同心會的案件這樣 您覺得說有什麼跡象 是我們特別要小心的 蓬佩奧的這個談話 其實是他整個談話裡面 有關台灣的一個部分 有一些新的說法 那就是說 他關注台灣的範圍擴大 以前我們看到西方國家 關注台灣 是指和平與安全 做到挑戰 做到威脅 軍事上可能會有衝突 現在他不是 他現在講的是可能 中共不用軍隊直接來攻打 跟登陸佔領台灣 然後不用大炮 而是用宣傳用情報用那個 我們現在綜合講 叫做紅色滲透 用紅色滲透的方法 介入選舉 甚至於跨國逮捕跟鎮壓等等 這些不是軍事行動的這種行動 來實質那個滲透台灣 控制台灣 所以蓬佩奧在講的是 實質控制這四個字 那這表示什麼 表示美國對台灣的 關注範圍擴大了 以前都是優先講 不是這個安全的問題 不然就是半導體 那個戰略物資的供應鏈問題 現在在講台灣內部 就是說應對 然後這個呢 蓬佩奧這個講話 有關台灣可能 不是被直接軍事攻擊 而是被滲透以後 被中共實質影響跟控制 這個談話 其實大家呼應安倍曾經講過 安倍在解釋 他先講了兩句話 第一句話是 叫做台灣有事 就是日本有事 就是日美同盟有事 後來他又在幾天後 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解釋什麼叫台灣有事 他說 你除了軍事攻擊之外 軍事行動之外 還有什麼 海空轟鎖 然後後來比如說那個 網路攻擊 斬首行動 在台灣內部製造動亂 這個都算台灣有事 蓬佩奧講的事情 就是呼應安倍這個台灣有事 這個概念 這樣子也是台灣有事 你透過滲透介入選舉 找大陸配偶來 已經有中華民國身份證的人 也參選啊什麼什麼 所以這些東西都是使 美國怕失去對台灣的實質控制 台灣的實質控制被中共拿過去了 他在擔心這個問題 好 那這個問題呢 當然現在開始會針對紅色滲透 會去辦那個愛國同心會 一些拿中共國台辦的錢 在台灣做活動的這些組織 那可是蓬佩奧 其實他的整個講話裡面 是為美國全方位的描繪出 美國的國家安全策略 界定美國的國家利益 其中有關這個西太平洋這邊的話 我們都知道 原先有一個根據印太戰略 來提出一個四方安全對話 四方安全對話呢 可能將來要跟澳英美三國軍事同盟 那個是軍事同盟 可能會整合合併 從安全對話發展成軍事同盟 然後呢 在這個過程當中 那個還會牽涉到的是北約 北約的話呢 蓬佩奧提到三個燈塔 自由的燈塔 從烏克蘭以色列跟台灣 然後這個就把北約跟印太地區串起來 然後呢 他還提到這個 這個印太安全架構 已經對歐洲也是重要利益 所以他現在發展的印太安全架構 加上個字 加上擴大的 擴大的印太安全架構 把四方安全對話跟澳英美同盟整合以後 再去跟北約整合 或者串聯 串起來 那這個軍事上的這些 共同防衛條約跟那個軍事同盟這樣的一個 條約跟組織化 最後會產生一個政治面的叫做全球自由聯盟 那這個就是我以前在這個節目上可能提過的就是 就是聯合國2.0 就是民主國家之間的聯合國 這個變成說 基於共同價值觀 遵守國際規則 不要破壞國際秩序現狀 這樣的一個理念所形成的一個民主自由國家之間的一個聯盟 政治上會走到這個地步 那這個概念已經在彭佩奧這個談話裡面提出來 也就是說彭佩奧等於在為美國描繪將來的外交政策路線 跟大國博弈的整個美國的戰略思考 是 桑普理事 我們看到這一次愛國同心會將被 就是很清楚的被檢方看到 我覺得台灣法律是很多地方需要加強 雖然我們有反滲透法 有國安法 但是你看到那個會長周清俊 還有那個病士嘛 就是不起訴 但是他的夫人 還有那個另外一個愛國同心會張秀葉 也是潛逃到中國大陸去 現在不見蹤影只能通緝 而且我覺得更重要的是修改法律做什麼 你可以有有力的法律取締這樣的組織 那現在這個組織應該被取締 不能夠存在 第二個大家如果到西門町看看 你看到有一棟大樓上面 還插著什麼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五星企業 還有八一的軍旗 那我覺得是大搖大擺的 在藍天白雲底下來在那邊飄 我覺得說這種情況 已經不是表現自由的問題 根本是一個國家安全的問題 不能以那個表現自由 或者言論自由為當一個藉口 來說這個事情完全可以做下去了 我覺得這個地方台灣 很多都需要反省這一點 另外是選舉的問題 那很多陸配都被動員 和中配都被動員 去參加選舉等等 所以這個事情 每一個人的那個被選舉權 是需要有一定的限制 同樣的從香港來的一模一樣 從澳門來的一模一樣 從中國來的一模一樣 從外國來的一模一樣 我覺得台灣應該加強一定的法律的限制 還有那個國家安全的考核 才能夠給他們去做 那當然他們現在這個組織 沒有辦法說這幾個人走了 就沒事了 他們還是盤根錯節在那邊展開的 所以未來你看到台灣有選舉 不但是選舉很多政商關係 都通過這個地方來聯繫 宮廟系統的問題 還有那個教育的問題 科技產業的問題 在各個大學蹲點的問題 這些問題都需要有情資 有實力去應付這個戰爭 這叫灰色地帶戰爭 這個比一個大炮打過來台灣 還來的嚴重 因為這個才是台灣 最防不勝防的內鬼問題 必須要好好去守護國家安全 因為同行為其實反而是 中共滲透裡面最表面 最容易看到的一塊 還有很多就是等於是冰山一角 是看不到的 沒錯 好 非常感謝 我們節目最後呢 請兩位跟我們一分鐘 總結今天的討論 先請吳老師 我們提到那個習近平 拒絕普丁的邀防 我們提到可能拜登在考慮 是不是降低或取消 某一部分的對中共課的關稅 然後我們也提到 蓬佩奧的這個獨立日談話 其實蓬佩奧的獨立日談話 他歸結到聯繫到台灣的時候 他也提到台灣如果被中共拿下的話 那麼後面的關島跟夏威夷其實無險可守 也呼應我之前在這個節目上提過的戰略思考 然後呢還會影響到日本 韓國澳洲南太平洋南海 所以呢 他說這個其實台灣問題不是一個單純的這個 台灣跟大陸兩岸關係的一個問題 而是一個相當複雜的一個地緣政治問題 而且背後也涉及到說這個主權的現狀 是不是要被推翻 所以美國現在在台灣的問題上 以及在烏克蘭問題上一樣 就是提出一個這個反對任何一方片面 以武力改變國際秩序現狀 然後呢從烏克蘭得到的教訓 就是不能等戰爭發生之後 再來反抗再來這個反制 而是要阻止 事前就阻止戰爭的發生 所以台灣要在這個問題上面 要能夠發展強大武力去制止 制約中共的軍事冒險 對台灣的野心 而不是在那邊那個單純的那個 這個把軍火準備他打來之後 我們承受第一擊之後再去反擊 不是這樣 所以聯繫到內部的那個部分 我們也要應對到可能的紅色滲透 嚴厲來對付這種潛在的威脅 是 蓬佩也在重申說還是覺得說 其實就應該要承認中華民國這個台灣 這個國家的地位 那同樣問題請教桑福律師 因為中華民國台灣的主權 是非常重要 尤其是現在是紅色滲透非常厲害 叫做是超限戰還有銳實力的問題 同時你看到尼匡現在的事實 你看得到反共的意識的堅持很重要 那今天我們談到五個不同的問題了 那我補充一下是說 對美國現在很多的想法是 內政歸內政的批判歸內政 外交還是好的 就是內政好 內政不好 外交好 其實你要知道內政跟外交是聯動的 外交往往是內政的延伸 而且內政出現的問題 比方說你控制不了通膨 升息 經濟衰退等等問題 那你延伸到外交 因為你會用中國的那個關稅的問題來說話 而且那個是完全沒關的事情 所以這些事情會聯動還有選舉的考量 就會形成非常複雜的局面 所以越到選舉的時候 這些風險危機因素就會興起來 但是當然台灣要跟自由的美國同行 但是我們不代表說我們對美國的政治 就是不批判 是兩回事情 所以我們希望說大家 越遵從自由民主的價值 反共的價值非常重要 好的 我們非常感謝兩位來賓的分析 還有感謝觀眾朋友的參與 新聞大破解我們每週三五再見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 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 那麼感謝各位長期對我們的支持 新聞大破解團隊 將持續為您製作更優質的節目